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Greyson 今天这期影片,我也教大家如何利用免费的工具 快速制作出频道的封面图 频道的封面图非常重要 是你打造个人品牌的一部分 如果你有一个精心设计的频道封面图 那么第一次来到你频道的观众 就会认为你非常专业 也会知道你频道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他们是否应该订阅你的频道 在我刚开始经营频道的时候 我在设计频道的封面图时,非常头疼 因为我不知道我应该在频道图里面放什么内容 频道图的尺寸是什么 所以今天这期影片,我就会教大家 如何快速制作出YouTube的频道封面图 并且你应该放什么内容 会给你带来更多的影片观看量 和更多的频道订阅者 同时在这回过程中 我也会给大家几个提示 让你设计的频道图在不同的电子设备上都能够好看 如果你是第一次爱我频道 我的频道主要是讲关于社交媒体以及网络创业内容 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一定要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会错过任何新影片通知了 那么话不多说 开始我们今天的内容 今天我们要使用的工具是Canva 首先我们要知道YouTube频道封面图的具体尺寸 这一点非常重要 如果你一开始使用的尺寸是错的 那么你之后一切的设计都是白费的 所以我们要搜索YouTube频道图片 在这里就会出现很多YouTube频道图片的模板 大家可以选择这里的模板进行修改 但是今天我会教大家如何从零开始设计自己的YouTube频道图片 所以我们点击空白YouTube频道图片 这里我们还需要另外一个文件 就是YouTube频道图片的模板 大家可以搜索YouTube Channel Art 然后找到这个图片 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的模板 然后我们把它导入到我们的文件里 把它拉到最大尺寸 这个YouTube频道图片的模板非常重要 它会告诉你你应该把最重要的内容放到哪一边 其中这个中间部分是给手机端用户看的 接下来就是给平板电脑设计的区域 最外边就是给电脑设计的区域 这整个话步就是给电视设计的区域 为了让大家更容易明白 我用我频道的YouTube封面图作为例子 你所有的内容都应该放到这个区域里面 因为这个区域是所有的电子设备都能够看到的区域 因为我现在是用电脑看 所以我电脑上会显示这一部分和这一部分 但是手机端的用户只会显示这一部分 现在我们就了解了 我们要把所有重要的信息都放到中间这个手机端用户只能看到的区域 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模板固定下来 所以我可以把它锁住 这样我们就不会把它拖动了 接下来我要加入一层背景 所以我选择元素 加入一个图形 然后选择颜色 例如选择这个颜色 把它拉大 这个时候我们未来要看到底下的模板 所以可以降低这个背景的透明度 这个时候我还想加入我的个人形象 所以我放了一张我的照片 如果大家想知道如何去除掉照片的背景 这里推荐给大家一个免费的工具 叫女部BG 这个网站可以很快的帮你去除掉照片的背景 现在我把我的人像调整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和合适的大小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加入我们的频道名 频道名非常重要 可以让第一次来到你的频道的观众第一眼就看到 并且如果他们想要分享你的频道 可以直接拍下你的频道图片 分享给他人 所以我们选择文字 新增标题 频道名的字体一定要出大才能够突选出来 接下来你就要告诉观众你的频道主要是讲什么内容的 你有三种表现形式 第一种是要点式 你可以用几个短语来概括你频道的主要内容 第二种方式就是 你可以说你帮助某一类人解决什么问题 达到什么目标 第三种方式就是 你可以写一段标语 告诉你的观众你频道的最大价值 来吸引观众的眼球 这里我会选择要点式来表达我频道的主要内容 现在我就加入了我频道的主要内容 然后我想对他做一些装饰 所以我可以选择加入一些背景 现在我就做好了这个背景 我们可以来看看效果 接下来你还要告诉你的观众你的更新频率 这样观众就会知道你多久更新一次 现在我想再来做一些装饰 所以我点击元素 搜索小铃铛 例如我选择这个铃铛 给它更改一个颜色 我们来看看效果 这个时候我们就基本上设计完了我们重要的信息 如果你有其他社交媒体 你可以像我一样加入你的社交媒体 或者如果你有免费的课程或者是免费的资源 你可以把它放到这里 然后观众就可以直接下载 因为现在我没有任何课程或者资源 所以我选择加入我的社交媒体信息 例如我加入一个Instagram标志 现在我就成功加入了我的Instagram 因为在YouTube的频道图片 这些是你可以放你的其他社交平台的地方 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些箭头来提示观众 点击这里的链接 所以可以在元素这一栏可以找到很多箭头 在这里可以选择翻转 现在我们就完成了我们设计的YouTube频道图片 现在我就把它下载下来 然后展示给大家如何上传我们YouTube频道的封面图 我们可以来到我们频道里 然后点击自定义频道 点击品牌 然后找到横幅图片 点击上传 这里就会显示 你的这些内容会在所有的设备上可见 然后这些内容会在桌面设备上可见 然后这些内容会在电视上可见 然后点击完成 然后这里选择发布 现在我们就看到了 我们的频道里面已经有了新的频道横幅图片 如果你看完了这期影片 我相信你已经学会了如何利用Canva 来帮助你设计你YouTube频道的封面图 你会知道 你要在频道图里面放哪些元素 来帮助你体现出你频道的主题 你的品牌 来帮助你获得更多的订阅者和影片观看量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疑问 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如果大家觉得今天这期影片对你没有帮助 欢迎我点个赞 也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我也每周更新影片 那么下次再见 拜拜